不要感谢我的马,打倒国阵是全民的力量! 打败国阵非我一人之力!马哈迪,是全民的力量! 首相马哈迪说,希望联盟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赢得中央政权并不是他个人的努力,而是有赖于国民的团结。 图,透视大马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首相马哈迪说,希望联盟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赢得中央政权并不是他个人的努力,而是有赖于国民的团结。 马哈迪今日在布城首相关迪举办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,而成千上万来自巴生谷各地的大马人民前来出席这场活动,亲自感谢这名92岁高龄的领袖为重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。 很多人感谢我,因为我们拯救了国家,但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 我并不是一个人成功推翻前朝政府,这是很多大马人民给了我们强大的支持,使我们克服了前朝政府给予我们的所有挑战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马哈迪出任首相后仍选择住在自己的私底,而没有迁入布城首相官邸。 他说,民主的意义在于大马人民能够自由地选出他们的政府。 如果人们觉得政府已经老旧即不适合了,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来坏政府。 我们不需要人民与政府之间出现暴力或战争。 当政府知道他不再被需要,他就必须看看人民的需求是什么。 他强调,西蒙新政府已经获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